雷哥 这个小杨不错呀 男子边说 边拿开敷在苏巧秀面上的手巾 说话间还色眯眯地在小杨身上摸了一把 在雷哥的虎视眈眈下 闪闪地移开了手 收起你的色相 记住了 手底下的这批货 你一个也不准动 等拿到了银子 女人 烟翠楼里不多的是吗 我知道 行了 赶紧把人弄回去 很快 两人消失在小巷里 只有寒风卷起的片片枯叶 缓缓飘落至角落里的一只布鞋上 这就是 布作就不会死 一早 天空熙熙丽丽地下起了毛毛细雨 歇在林中的李家人等人 带着斗笠穿着缩衣 顶着毛毛细雨在雨中赶路 一直处于队伍前列的李村长 听着剑大的雨声 皱眉 村长 前面偏西北方向 有一片乌射 被村长派出去 先一步找落脚地的 李大 李小柱 顶着雨水回来 李大抹了把面上的雨水说着 越来越大的雨水 已经没有选择了 村长旋即招呼大家 换道 向西北方向的乌射赶去 希望能找到避雨的地方 大家的速度很快 不到一盏茶的时间 便赶到了乌射所在的地方 却发现 这里是一片荒废的村子 也不用村长发话了 大家都各自找着 没有坍塌的乌射避雨 安安 大鸭 二鸭 狗蛋 还有李如 李毅 几个小点的孩子 自觉地蹲在了火堆旁 感受着温暖的气息 李老汉看着灰暗的天空 叹了口气 随之也蹲在了儿子生气的火堆旁 只希望这场急雨 来得快 也去得快 否则 以这倒灌的速度 怕是又要有灾情了 或许是老天爷 听到大家的祈求 在黄昏前 雨水真的渐小了 但此刻 也有一伙不速之客 来到了荒村 这些人不简单 古兰赶紧把安安 推在向云锦怀里 示意向云锦不要冒头 暗停了狂叫的大黑 站在李大身旁 只见其中一人上前一步 声音穿透雨水 传了进来 这雨实在太大了 各位可以让出块地方吗 好 瞧各位说的 都是赶路人 遇到就是缘分 自然不能看各位淋雨 这样 我们把左边的卧房 让给你们 这房间空间还可以 够各位休息了 如此 多谢了 接着 一行人把马 拴在了院内 几棵粗壮的树下 浑身滴水 带着阵阵寒气 自李老和他们 让出的道上 进入左边的卧房 出的 请不吝点赞